哈喽大家好,我是嘉文老师 今天的影片分享缠绕化菩萝拉之网 是由三个基本图样所组成 第二个部分是分享马可威天王星组合式水彩笔的一个开箱 这支笔严格来说是半雕毛水彩笔 因其含有雕毛与尼绒毛为手工制作 型号是AR89 拥有动物毛吸水性加,尼绒毛弹性加的优点 并且比全雕毛便宜许多,适合初学者选购 官方的定价为480元 一共有六个号数 画面上的是四号,笔毛长度为16mm 也就是1.6公分 笔毛直径为3mm,也就是0.3公分 大家可以依照你的创作需求选购适合的笔毛大小 在9乘9公分的缠绕化创作中 4号的大小绰绰有余 那大家要注意,每一个品牌标示的号数 有他们自己的规范 所以并不一定说相同的号数 就是一定一样的尺寸 这支为组合式水彩笔 方便收纳与攜带 可以放在笔带,铅笔盒,块状水彩盒中 或者是你直接放在口袋,也可以 如果你经常问出鞋笔,就非常适合你使用 笔头与笔盖合起来为10公分 两者也可以拆开 和组合成一般水彩笔的长度为17公分 结合的地方做得不错 不会滑开或者是脱落 笔盖上呢,还有一个微小的孔 可以帮助透气 但即便如此 建议大家回家之后 还是要把笔盖打开来 让其自然通风晾干 这支笔才能使用得够久 那这支笔的聚合度非常的好 笔毛的品质也好 有动物毛吸水性加的特质 也是使用较好品质的尼容毛 可以精准的控制绘画的细节 那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试用新的水彩笔时 可以先画平图 见层色来试试笔的弹性 聚合度 吸水性等整体的效果 那也或者是说你已经购买新的水彩笔 你也可以在正式的创作之前 先来练习平图及漸层色 熟悉这支笔的特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弗洛拉的线稿 包括签笔以及戴真笔的绘制 使用马可威天王星半雕毛水彩笔上色 使用马可威天王星半雕毛水彩笔上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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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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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